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故事片《香二葵》 影片一开场 曾经的黑帮老大西里哥出狱了 经过十年的牢狱生活 西里哥算是彻底的脱胎换骨吸引革命案 他给自己约法三章 一不打架喝酒 二不偷鸡没狗 三不调戏妇女 四不约会网友 力争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私有青年 努力工作凭自己的劳动混犯 彻底跟过去一道两段 转场之后西里哥回到了家乡 来到了他的干妈冷淡婶的家里 冷淡婶的闺女大眼妹说 我妈这会儿不在家呀 我长得这么好看 咱俩孤男寡女的 保不起你会对我有邪念 你这棚头够面的 不如先去洗个澡吃饭 等晚上再过来跟我妈牵着弹 随后西里哥来到了澡堂 十年过去了 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 西里哥对门上的电子锁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澡堂的工作人员辫子哥 哎呀我去 俗哥一看着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还以为这哥们要做大宝剑 辫子哥说你搞什么搞 咱能不能好好洗澡了 辫子哥那边正忙活的时候 听到西里哥还在那吓倒霧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了 不过这哥们一看西里哥身上 这几条龙当时就死了 西里哥洗完澡 为了打发时间 又拜访了自己西里的小弟 大长脸和耳丸哥 这二位现在虽然已经混得风生吹起了 但面对西里杀人不眨眼的老大 这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害怕 见到自己的干儿子出狱 冷淡婶非常的高兴 不停的往西里哥嘴里违反 把西里哥噎得是直翻白眼 大眼妹说我们家可不养白痴派 以后这挑水掏粪赶入进院 脏活累活你必须都得抢着干 而且我这人特别的刻薄 你想让我把你当亲哥哥那样对待 不可能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成为我妈的干儿子 但既然你以后要住在我们家 那就不能惹我生气 什么事都在顺着我 转过天西里哥来到了医院 希望医生能把他的纹身给去掉 医生说你这可是一件艺术品 留着呗 兴许过几年还涨价呢 转场之后 冷淡婶找到了市议员鸡贼处 冷淡婶说 孙子你呀就死了那条信吗 我是绝不会把餐厅卖你 你呀要是敢欺人太甚 到时候老娘就给你通归遇见 西里哥正在汽车修理铺干活的时候 警察小米尔带着手下 刚好打这路过 小米尔说瞧见没 那就是传说中的西里哥 高中退学之后就开始惹人称飞了 当年炮灰哥是咱镇上的黑王老大 可两年之后就被西里哥给他吓了 大长脸和耳环哥当年是西里哥的马仔 西里哥入狱之后 被西里哥挑断绞尽的拐棍叔和曾经当过皮条客 现在是市议员的鸡贼叔联手 成了咱镇上最大的黑王 并且很快把大长脸和耳环哥招致了回家 现如今这西里哥一回来 我估计很快就要天下大乱 随后小米尔采访了修理副老板胡子叔 胡子叔说西里哥是彻底改变 工作是勤勤恳恳任劳人员 这就是所谓的浪子回头经不换 为了发展小镇改造社区 鸡贼叔买下了一大块地 但由于冷淡婶的餐厅一直不肯办签 鸡贼叔这大商场也没法干 鸡贼叔跟拐棍叔说 抓紧时间召集手下 把冷淡婶这钉子护钩拔了 西里哥和大眼妹正在路边吃东西的时候 一直暗恋大眼妹的龙套地 上去就把西里哥踹翻在地 然后冲着西里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说我惦记大眼妹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敢跟我抢女人我看见是不小混的 瞧见这纹身没有 我爱大眼妹 就在这几个小混会冲着西里哥施暴的时候 无意中把西里哥的衣服给撕拦 几个人一看西里哥的纹身全都瞎脅了 到了晚上鸡贼叔把大长脸和耳环哥着急到了一块 说冷淡婶的向日回餐厅 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 由于耳环哥知道西里哥和冷淡婶的关系 因此这哥们没敢听气 吃瓜的大长脸说大哥这事好办 我明儿就带弟兄们去把那餐厅砸个稀巴烂 转过天大长脸带着手下来到了冷淡婶的餐厅 大长脸进屋一看是西里哥当时就吓尿 西里哥上去就掐住了大长脸的脖子 说赶快带着你那人给我滚蛋 不然我就把你的腿打断 鸡贼叔坐着车经过冷淡婶的餐厅的时候 一看还没搞定这气就不打击出来 拐棍叔说这餐厅是西里哥罩的 大长脸和耳环哥根本就不敢动 西里哥第一次发工资就给冷淡婶买了一双鞋 西里哥说我欠你的态度啊 无以为报 把冷淡婶感动的是不要不要 娘俩相拥而弃 场面十分的感人 不仅如此 西里哥还送给了大眼妹一份礼物 大眼妹说你这是黄鼠狼给击败人家没安好心的 西里哥说别这么称呼自己 不合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西里哥的到来啊 给冷淡婶和大眼妹带来了不少的快 三个人的小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 一天晚上 拐棍叔突然找到了西里哥 本来当初忌贼叔答应让他做黑帮老大 可后来又反悔了 因此这拐棍叔是怀恨在心的 一直瞅机会暗害忌贼叔 拐棍叔说忌贼叔想盖一个大型的商场 可由于冷淡婶的餐厅一直盖着事 这忌贼叔就挺来气的 忌贼叔这孙子是个心狠手辣的混蛋 你最好带着冷淡婶的大眼妹离开此地 不然容易得合拍 为了获得忌贼叔的重用 趁着西里哥不在 大长脸带着人再次来到了冷淡婶的向日会餐厅 这一次不仅把餐厅给砸了 还把冷淡婶的大眼妹给揍 大眼妹跑到修车部 说欧巴出事 你赶快回家看 西里哥回家一看 发现地上是狼藉一片 转过天 西里哥找到了忌贼叔 忌贼叔说得饶人处且饶人 不要亲身太沉 不然你就没得混了 忌贼叔知道西里哥的头不好剔 于是眼珠一转心生意气 他派人故意去找西里哥的茬 想逼着西里哥出手 然后再把西里哥送进监狱 可他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 虽然西里哥被揍得鼻青脸肿 但始终没有还手 到了晚上 暗恋大眼妹的龙套弟突然不请自来了 这哥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观众 这冷淡婶其实就是当年黑帮老大炮灰哥的骂 而西里哥当年就是因为杀了炮灰哥在蹲的监狱 那么问题来了 冷淡婶为什么会对杀自己儿子的凶手那么好 而且还认作自己的干儿子 按照冷淡婶自己的解释 那就是他认为西里哥是个好孩子 虽然杀了自己的儿子 但本质还是不错 值得原谅 但是仅仅因为这个理由 听上去似乎有些扯淡 也站不住脚 为了不让这件事看上去过于的荒谬 导演又让大眼妹给出了一个理由 那就是冷淡婶的亲儿子炮灰哥 其实就是一个忤逆不孝的混蛋 当年整天向冷淡婶要钱 不给钱就动手 简直不是人 转场之后 冷淡婶再次找到了鸡贼鼠 原来当年是鸡贼鼠派他儿子去打的西里哥 最后炮灰哥哥的屁西里哥进了建议 冷淡婶说 我手里有我儿子写的日记 那上面可是有你当年指使他干坏事的证据 你要是把我逼急了 我就把这事给捅出去 让你身败名列名誉嫂子 到了晚上 西里哥突然接到了拐棍叔的电话 拐棍叔说鸡贼叔为了杀人灭狗 可能要对冷淡婶动手 你们最好小心点 转过天 大眼妹正过马路的时候 突然就被鸡贼叔派的人给做梦圈了 冷淡婶意识到是斗不过鸡贼叔这臭流氓了 于是便跟西里哥商量之后 便打算卖了餐厅离开小站 不过冷淡婶手里那本日记 对鸡贼叔来说那可是一颗定时炸弹 让他整天的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俗话说该段不断避留后患 为了拿到那本日记 鸡贼叔派和黄哥到冷淡婶的家 把冷淡婶给杀了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一直隐隐的西里哥 赤手空拳就来到了鸡贼叔的夜总会 韩国电影在暴力美学方面的表现 一直都让人惯不相看 这部影片也不例外 影片的最后 西里哥七里咔嚓把这帮人全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家紧 做人必须有分寸 办事不要太过分 得饶人畜且饶人 不然以后不好混